在一场2018中超第26轮比赛中,河南建业主场迎战广州复利,河南建业能否击败广州复利?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19日18点31分,河南建业官方微博发布中超第26轮比赛海报,河南建业vs广州复利海报出炉,河南建业在2018中超第26轮比赛的对手是广州复利,河南建业官方微博发布的这场中超比赛,海报的主题是汉内河南,河南建业vs广州复利的这场中超比赛的开球是 时间是2018年10月21日19点35分,2018赛季,河南建业曾在中超第11轮比赛中客场挑战广州复利,最终,河南建业客场1比1,战停广州复利。 本赛季,广州复利和南建业的中超成绩不佳,目前,广州复利和南建业都排名2018赛季中超级分报下半时,广州复利在本赛季25场中超比赛中取得了85平12负的战绩,广州复利在前25场中超比赛中攻入了43球, 广州复利进球数不少,但广州复利的失球数很多,广州复利在25场中超比赛中,失球数高达52个,目前,广州复利的中超竞胜球数是9,广州复利拿到29分,平均每场中超比赛拿到1.16分, 河南建业在今年前25轮中超比赛只取得了6场胜利,攻击力差是河南建业的一个问题,河南建业在25场中超比赛中进球20个,场均进球数仅为0.8个,河南建业在25场中超比赛中失球数达到41个,河南建业在25场中超比赛中拿到22分,场均拿分仅为0.88分, 河南建业能否在今年第26轮中超比赛中战胜广州复利,让我们拭目以待,河南建业发布的这张中超比赛海报引发球迷热议,以下是球迷给河南建业官方微博的留言,SHL10,本赛季最令人震犯的海报,为胜利而超越,加油,河南建业,爱工作爱生活爱建业,为了河南战斗吧,建业行宝的宝宝, 为了河南护府沉舟 河南建业